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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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今天這一場talk 我們的主講者是我們在Dcard的 機器學習工程師子園 那他今天要帶來的主題是 在Dcard我們如何用Python打造推薦系統 那我們掌聲歡迎講者 好 嗨 嗨 大家好 然後謝謝Baron的介紹 然後我是紫元 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Dcard怎麼用Python打造推薦系統 然後開始之前先不免俗的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是 我今天在Dcard擔任的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的職位 然後我跟我的團隊主要是負責首頁的推薦 然後還有如果你有用Dcard的話 你應該知道看完一篇文章 底下也會有 就是你可能會喜歡文章的這個推薦系統 這樣 然後在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其實我是 就是 有到這邊的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擔任RA 對 那時候研究主要是NLP相關領域 然後也有發表一些Paper這樣子 也有一些Citation 然後後來到了 就是有去台灣人工作的實驗室 然後也是擔任就是 類似的職位 然後那邊到那時候做的都還是NLP 然後我是指到就是在Dcard的時候 才開始做推薦系統 好 然後在一切的開始之前 想先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會想要講這個主題 那其實就是之前 我有一個同事 他剛來的時候 他就很驚訝地問我說 欸 Zack 你們怎麼全部推薦系統都是用Python寫啊 然後 他這樣問完之後 當然就換我驚訝了 我就說 蛤 什麼意思 難道你們不是嗎 對 然後他還告訴我說 其實他們以前就是 有一些人 他們用Python圈完model之後 實際把那個模型 他們是交給另外一群人 那另外一群人 他們可能就會用Java 或是用Go 或是++之類的 反正就是把model推出去這樣子 對 那 他這樣講之後 我就不禁開始想說 嗯 那我們為什麼要全部都用Python寫 那 他們為什麼不這麼做 他們可能絕對會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 我們又做了什麼事情來克服這些困難 對 所以今天的 在這個Talk裡面 我就打算分兩個部分來講 然後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想要大概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用Python 來打造我們推薦系統 然後以及第二個部分我想要講的是 如果用Python打造推薦系統的話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譬如說 應該蠻多人都會第一秒質疑說 那Python不是很慢嗎 對 所以就是我想要講一下我們怎麼 怎麼就是去對Python慢這件事情做處理 然後最後也想要講一下 在做一個Data Science Project的時候 我們怎麼保持我們的code 是好被maintain的 然後像剛剛說一樣 大概預計會有五到十分鐘的時間可以QA 好 那對 在一切開始之前還是必須要先問一下 欸 大家有在用Data的 好 不用舉手 對對對 那反正 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在台灣的社群平台這樣 然後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一開始是做像是交流軟體的抽卡 那到現在比較著重在論壇的功能 對 然後像一開始說的一樣 就是我跟我的團隊主要是做就是首頁推薦 那就是左邊那張圖 然後我們就會根據你過去的歷史資料 然後推薦給你就是你可能會喜歡的文章 然後或是像右邊這個圖 那就是你看完這篇文章之後你可能會喜歡下一篇 想要看下一篇文章 對 那今天的就是講的東西主要是focus在 左邊這個推薦 首頁推薦用的系統 然後必須要先聲明就是今天不會講太多 Data Science 或是Model 或是推薦系統的東西 你可以想像到就是跟Gradient有關的東西 今天都不太會提到這樣 好 那我們就開始講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Python 來打造我們的推薦系統 首先就是我覺得我們用Python 我們打造推薦系統主要有分兩個原因 然後第一個原因比較trivial 就是關於我們的用 我們這些團隊成員的就是技能包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跟一個 我稱它為 End to End Data Science 這個概念有關 那這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講這個trivial的原因 這就是我去考古 然後知道就是為什麼那時候 問他們說為什麼那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全部都用Python寫 那就是我們的聽力就跟我說 因為那時候剛召進來的人大家都會Python 那其實想想這也很合理 因為假設你是做ML的人 你在學校你一定是寫Python 或是寫R 但高機率是寫Python 然後Python這個語言 在ML的Ecosystem裡面 就是又是蠻活躍的 所以就是你接下來大家就會繼續用Python 然後你招來的人 也高機率是寫Python的人 所以當然就是這樣子一個正向循環之下 那當然大家就繼續全部都用Python寫了 對 但這仍然不能回答我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到後來越造越多人 是有一些機會 就找一些譬如說像寫Java的人 來把後面的Server做好的 對 那為什麼我們還是堅持想要用Python 來寫推薦系統呢 這就是跟我剛剛講到的第二個原因有關了 就是End-to-End Data Science 那這個End-to-End Data Science的概念 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他希望每個Chain Model的人 在這本書裡面他叫做Data Scientist 然後在DECAR我們叫他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我們希望這些人他可以就是 參與從一個Idea的發想到實驗 到甚至最後就是把Model deploy出去的過程 因為一般來說就是我們這個Data Science的Process 大概分成底下這些步驟 那你可能一開始要蒐集資料 然後你要做一些清理 然後你可能要對這些資料先做一些分析 確保你的方向是有用的 然後可能你要做一些Feature Engineering 然後你可能要寫一些Model 那最後你可能要就是把Model deploy出去 上實驗 然後甚至上完實驗有成果之後 你也需要就是不斷地去監控它 這個Model的表現怎麼樣 那最後你可能還要把分析寫成一個Report 然後讓你的老闆知道 你大概做的表現怎麼樣 對 那這個End-to-End Data Science就是希望 每個Chain Model的人 都可以從頭到尾的參與這些過程 那這個概念實際上是我在這本 就是他是有一個區埔一樣 他應該是一個教授 也是一個蠻有名的Machine Learning 界的人 他寫的這個Design Machine Learning System 裡面看到的 那他的說法就是說 做Data Science的人其實有兩種 那有一種就是像我同事的一些公司那樣 有一些人負責Chain Model 他們Chain Model之後 他們就把Chain好的模型交給另外一群人 那這樣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這樣的問題就是 那些Chain Model的人 他們可能Chain一個根本不能Deploy的模型 譬如說他們為了追求他們offline表現好 他們就用一個超大的參數 然後Chain下去 他們工作就結束了 反正煩惱的是後面Deploy的人 對 那所以他才提到說 就是Chain Model的人 跟後面Deploy的人 應該要是一樣的人 才可以避免這個問題 然後在Dcard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我們在這個end-to-end的process裡面 這件事情帶給我們 其實有四個最大的好處 那就是 它帶給我們更多的context 然後它可以減少我們這些沟投成本 它讓我們跌代得更快速 以及它讓我們每個人都對產品有更高的ownership 這個 更多的context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先從這個 就是使用者資料在我們Dcard裡面怎麼流通 來先講 那 一開始是有一個使用者 然後我們在他使用我們的app的時候 我們就會陸續的收集他們的資料 然後他們資料會存到Google的 BigQuery 是一個data warehouse裡面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在Airflow上做一些feature engineering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用這些feature跟label去做training 然後最後把它deploy到線上 然後讓它surfing feature request 它整個資料流通是這樣流的 那裡面只有 紅色那一段是 就是我們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沒辦法參與到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 灰色這段我們都可以參與到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 當今天有一個需求來 譬如說你的PMT的需求可能是說 我下一季想要提升 推薦的準確率可能幾%這樣子 那因為你有這個全局的概念之後 你就可以在每個環節上都想到一些 達到目標的策略 譬如說你可以想到說 那我可能要用一些新的feature 那你可能就是在Airflow這邊做一些事情 那或是你也可以想到說 那我surfing model的strategies可能要改變 那你就是可以在surfing這邊做一些改變 那你就會變成 有一個全局的資訊可以讓你去評估 然後做出你覺得最好的策略 那就是我覺得mode context 帶給我們的好處 另外第二個好處呢 就是我認為這個end-to-end的process 它讓我們有更少的溝通成本 那底下就是一個 其實剛剛有點重複 就是一個蠻常見的這個ml project 它會經過的一個life cycle 所以如果在一個不是沒有end-to-end data science 的世界的話 就是會有非常多的角色需要進來參與 可能一開始的idea是PMT的 然後分析跟最後上實驗可能是你們的分析師做的 那這邊有一個紫色的data 這邊是可能有一個data engineer 他要負責幫你準備資料 然後最後交給你 就是綠色這個人來負責chain model 那你就會想像到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就需要跟那個data engineer 不斷的來回對數 那資料格式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件事情就會讓人心力蠻交瘁的 那如果全部都是你一個人可以進行的話 那你就去省掉這些溝通的過程 那省掉這些溝通的過程 帶來一個最直觀的事情就是 你整個迭代會變更快速 因為你就必須要在那邊來回對東西 所以你整個 你自己從idea到結束的時間會變更快 然後我自己覺得 這個不用等待別人 讓你的idea到結束 取得結果的這個時間變更快 其實它有 它是蠻好的 它有兩個原因 那總要原因 有一個比較正當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你在想這個idea的時候 你的市場環境 或是你遇到的題目 可能是A這個樣子 但你做完之後 可能就變成B這個樣子 那如果反應不夠快 你可能就會慢慢被淘汰 這是比較正當的原因 那我自己私心比較喜歡的原因 其實是 我覺得這個feedback的速度要夠快 就是我自己做產品才會開心 對 然後最後一個是比較隱形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認為這個end-to-end的process 它讓我們每個MLE 都對我們的推進系統 有更高的ownership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整個process都是你own的嘛 所以你就不會在那邊互相做一些指責 或是覺得說 這是你的問題的動作 或是我想大家可能有經歷過 就是你今天整個東西出了一個問題 那你要寫個select 問別的部門的說 那是不是有問題 它可能隔天才回你 那就會很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整個process 讓一個人去都可以參與到 都了解 會對這件事情都會有幫助 然後我也認為就是這些 它對整個process了解之後 它也會對它這個產品 有更高的積極 想要把它變好的心情 對 那前面講完那麼多 end-to-end data science 的好處 那當然就是它有一些 其實我自己看到現在 我覺得它有一些 就是 還是有一些挑戰要去面對 那這個挑戰第一個就是 它對個人的 就每個人的極限 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在找人的時候也會比較困難 那每個人極限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像我剛剛說 你等於是 每個人的事情都要匯嘛 但是每個人的時間 其實就是都是有限的 所以我不可能 同時把時間花去做modeling 然後同時又做系統 然後都做得比別人好 那我這件事情就要分配 或是有時候 我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譬如說 我這段時間都在做model 但我們系統 如果它在這段時間 被別人弄得很複雜了 那我接下來回來 做系統的時候 我也要花很多時間去pick up 那這個就會比較痛苦 然後在找人這邊的挑戰 我覺得是更大的 因為實際上在 我們看到的 比較少有人 他同時會有ml的技能 然後也會有system的技能 那就跟剛剛那個 design machine learning system的作者 就是他發的推特一樣 就是他說 假設他現在要學 machine learning 的決定員 那他就覺得 這些人應該要有這些技能 那你就想 就是其實 一個人你要會python 還會ml 那你接下來還要開始學k8s 什麼的 那其實就是 會蠻難找到的 對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前半部分 關於我們為什麼要使用python 的小結 那主要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 因為我們團隊的成員 一開始都是用python的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相信 就是這個end to end data science 它帶給我們蠻多的好處 那要達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你整個 整個每個階段都要讓 這些machine engineer可以參與 那用python的話 就是一個達到這件事的方式 那當然就是 都用python的話 就會有一些問題被質疑 就是譬如說 有人就跳出來說 哎 啊python很慢啊 你們怎麼辦 或是有人可能會說 啊python的dependency 會有一些問題 那可能也會有人說 就是python 譬如說你的 data science project 比較難 maintain這樣 那底下我就想要分享 我們在dk我們怎麼處理 這三件事情 好 那底下的匯分量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 就是python速度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是關於 就是我們在dk我們做哪來的事情 讓我們coast比較好maintain 然後還有可能會提到一些 跟dependency有關的部分 好 首先就是大家都知道 拍攝很慢 有無數的人會跳出來跟你說 拍攝很慢 然後有很多benchmark 他們會跑一些follow 告訴你說拍攝很慢 對 然後不畏言 它可能真的很慢 但一開始我想要claim的是 就是它拍攝很慢 其實對我們的產品 其實不會是問題 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假設你今天要做一個ml產品 它可能也不會是問題 因為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採取一個 叫做batch prediction的 這個策略去serve 那它的概念就是 你把你的predition 變成一個像空架的東西 所以它可能是daily 或是hourly的跑 那就想在這個情況下 假設它是daily的 那它很慢 欸沒關係 反正它只要在一天內 可以慢慢跑完就好了 那其實使用者 也不會真的被影響到 那這時候拍攝很慢 不是問題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採取這個batch prediction的方法 也讓就是 一開始你產品要上限的難度 變小很多 因為你工程啊 開發的難度都會變小 但是 這個batch prediction有個問題就是 它對一些重度用戶來講 它是不夠的 譬如說我們 如果原本是一天算一次 那今天有個用戶 他十分鐘就要上限一次 那他每天都看到 他每次上限都看到 一樣的列表 那大家馬上就會覺得 有點無聊了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 一段時間後 我們就進展到這個 叫做near real time prediction的方式 那在這個方式底下 就會對速度 開始有一些要求 那這個near real time prediction 它的做法其實就是 我們會收集 user的 事件紀錄 然後我們定出 有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要幫他 重算他的 重算他的推薦列表 那舉例來說 我們可能會在 就是使用者 他看了幾篇文章 或是他有訂閱看板 這種動作 很明顯表現出 他一些興趣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事件 透過一個publisher 然後把它送到 一個message queue裡面 那這message queue 大概可能就是 接下來要算得 memberID 所以另外一邊 就有一個subscriber 他做的事情就是 他一直從那個message queue裡面 把訊息 也就是任務拉下來 那就知道他要算誰 這樣就可以做到 我們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我們都還是 可能一天算一次 但對真的有需求的人 我們就可以增加他 需要被重算的頻率 對 對 那在這個near real time position的時候 他速度開始變得 有一點點是問題了 但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如果你算得很慢的話 你那個 queue會越來越長 那個 queue會越來越長 是要淺的 所以就是 這是他速度問題的來源 但因為他其實不太會 真的影響到使用者的體驗 因為可能就是算比較慢 或是你就要多開一點subscriber 來把那些message消化掉 所以對在這個階段 如果你算得很慢的話 基本上還是可以 就是可能明天早上起床再修 這樣也沒問題 對 但這個方案 他其實有一些limitation 那他limitation 最主要可以直白來講就是 他沒辦法馬上 對用戶的行為做反應 譬如說我今天訂閱了一個看板 那我回到首頁 我就是要在首頁 看到我這個推薦的看板 我就是要看到 我剛剛訂閱的看板 出現在我首頁上 那如果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用戶的就是 體驗就會比較差這樣子 那這就是那個 near real time position 的問題 因為 我們是把它放到 queue裡面 所以他什麼時候 真的會不會計算到 我們不會知道 對 所以最終最終 我們還是走到了 realtime prediction 的這個地方 那這個realtime prediction 意思就是說 用戶需要的時候 他會發一個request過來 那我們的service 現在是用face API寫的 他就會馬上幫你計算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 大家應該 這個概念應該都算蠻熟悉的 但是 就在這個時候 就是速度就會是一個 非常硬的限制 因為你必須要跟你的PM 跟你的後端 保證說我們的p95 會在幾秒內算完 這樣他們才會讓這件事情過關 那 也就是直到走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才optimize 才開始要優化速度 對 那基本上我們其實在 near real time prediction 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用蠻久了 所以 就是在那邊的時候 我們都還不太需要擔心 最後到這個第三階段的時候 才會 速度才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考量 對 好 然後 接下來我就要開始講 就是 優化速度的事情 對 那優化速度的話 大家都 應該可以想到很多方法 譬如說你可以做 model distillation 或是你可以平行運算 對 或是 假設你code原本沒有寫得很好 那你有一些list的東西 可能可以用generator寫 這樣 那這些都是優化速度的方法 但如果你一開始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就會說 就是 這是完全錯的事情 因為這有點像是一個 溪跳反射一樣 你看到優化你就想到這件事情 那 就是 走向錯的方向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認為 就是 要優化速度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知道你每個東西 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所以你應該要先做 profile跟tracing 那這個tracing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你code裡面 加一些tracing的utility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每個task 各自花了多少時間 所以我們幾乎是 把我們線上那個service 它的每一個步驟 都加上了測速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完全知道 我們大概每個function 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我們每次ssdb 花了多少時間 或是我們真的model inference的 每個步驟花了多少時間 那tracing的 結果大概就會像 右邊這個圖這樣 就是它有一個時間 時間軸 然後每個task 照順序排下去 他們花的時間 那你現在就知道 task2 是花最多時間的 那你接下來就該花 你全部都一起去優化 第二個人物 而不是去做第一個 或第三個人物的優化 對 然後這是 這應該是 卡內機之類的人說的吧 反正就是說 你沒辦法mature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沒辦法improve它 那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對 那tracing完之後 就是 我們發現 其實也不太意外 就是 有80part的時間 其實花在IO上 對 那這邊就跟python沒有關係 但這邊的話 我們就做一些cache 然後我們可能把future store 然後改到別的地方 然後把db的schema換了 換了一下 然後或是我們把一些 可以preload的資料 全部都就是改成 在background裡面先preload 然後或是我們有 對db可以平行的 我們就做 asynchronize 之類的事情 那這些東西做完之後 基本上我們就已經優化了 整段可以優化的 80%的時間 那只有20%的時間 是花在就是 inference這件事底下的 那這邊才是 就是python的世界 可以優化的速度的部分 對 那因為我們已經做好 滿完整的profiling 所以我們馬上就可以 從influence裡面知道 我們的時間到底都花在哪裡 那我們基本上發現 我們時間就花在 三件事以上 第一個就是做 future transform的時候 那特別是 我們用了很多這個 scikit-learn的 dictionary betterizer 然後這個東西 有點慢 對 所以這邊是讓我們 節省最多時間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 在把data 未進model之前 你勢必要在你的memory裡面 有一個就是 hold你的data的東西 那就是創造這個 hold data的東西的過程 也花了滿多時間的 然後第三名的時間 就是model本身 influence的時間 對 那這個 對這個 dictionary的vertizer 的話 我們就有一位同事 他很厲害的 直接去看了這個 他的source code 對 然後發現第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東西 他的return是一個spars 但我們其實不希望它是spars 我們的維度說實話 也沒有到很高 所以他會先把spars 改成浪拍的array 試試看 然後發現 這樣子時間其實就少16%了 但是也很合理的 就是memory就變多了 因為memory 實際上原本是spars 變dance 所以memory會變多 然後我們就覺得有點不能接受 對 那我們打槍他這個提案之後 他就去看第二次source code 然後他就發現 這個 其實這個dictionary 裡面有蠻多奇怪的check 應該說 對我們來說 不必要的checking 因為他這個psych learning 他必須要寫得很general 所以他會check各種條件 來守衛他 來保護他 不會跳exception 對 但因為我們是自己用 所以我們其實蠻清楚 我們dictionary的格式長什麼樣子 所以有些checking 其實可以完全省略 那右邊這就是他的source code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 做什麼事情 一開始都是一堆is instances 然後這件事很花時間 然後在他下面 最下面還有一個enumerate 這個東西也有點花時間 然後那個東西 我們也不會用到 對 所以我們後來就自己寫了一個 這個dictionary valorizer 然後把這樣的東西拔掉 那基本上就是 就發現我們的future 不是 是我們整個 influence 時間就少了20% 然後另外是這個 roll data construction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採取一個 我自己覺得蠻合理的策略 就是我們原本是 list of dictionary 然後就把它轉成pandas 的data frame 然後就丟進model 因為我們chand的時候 也是長這樣chand 但我們發現就是 但是build pandas很慢 應該說 因為pandas本來就蠻慢的 應該說 所以這件事就蠻花時間 但我們其實 那個東西只是當作 model input的載體而已 我們根本沒有要把它拿來做 什麼pandas的運算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採取 把它變成 用name tuple 跟numppy的array 來存這個model的input 那這件事情 也讓整體的時間 大概少了15% 但這個有個問題就是 因為data frame 它本來的column name 它是string 它其實幫你對好順序 但如果用numppy array的話 你就要自己做一個對順序的動作 所以 對我來說就是 可讀性會差了一點 對 但因為少15% 實在是 不錯 然後最後還是 還是就是採取這個方案 然後最後是關於model inference 的加速的部分 那 這邊的話我們試過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蠻常見的quantation 那就是把 原本是32位元的model the weight 改成16位元 然後另外一個是 multitest learning 因為我們現在的推薦系統 其實它同時會預測 蠻多不同的任務 所以它其實要跑n次 那我們想像中 把它改成multitest learning 它只要跑一次 那可能就會比較省時間 對 但這兩件事情都還沒有 不錯的improvement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那這邊大概就是 對加速的summary 所以 我想Claiming的第一點就是 在你的很長一個階段之前 其實速度不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量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假設你真的要加速的時候 那你要先做profiling 然後找到你的bottle那個到底在哪裡 然後直到你真的真的需要optimize 那個最後剩下一點點的python的部分的時候 那我們提供這兩個經驗跟你們分享 不過因為 其實你也可以聽到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這件事情是很dependent on 你自己的usage的 所以也不一定這些方策略 對每個人都適用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講第二部分 關於我們在D卡寫python的一些 注意的事情 我們在D卡寫python 其實有一些我們會希望彼此都要遵守的事情 那其實有些蠻trivial的 像是pep8 它是一個 應該是python的style的guide line 這樣 所以如果你也不知道pep8什麼 或是你的code還沒有follow pep8 強烈建議follow pep8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也會希望彼此的code寫得更接近cleancode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要求 name名啊要有意思啊 或是你的function不能太長 或是我們也會就是希望可以遵守solid的principle 那譬如說就是你不可以有些重複的code 或是你每個code 它就是只有它的一個用途 不可以這個code有很多用途 那這樣到時候就很難maintain 然後還有一些常見的事情 像是要做unit test 然後你可能有linter 它可以幫你自動 在還沒有跑之前就幫你偵錯 或是formatter 它可以把你的code的風格變得更一致 對這些都蠻常見的 然後我們也會用precommit 它可以在每次commit 你的code base的時候都幫你做一次直接檢查 那右邊是我我們常用的precommit的一些 比較常用的套件 應該說hooks 對 然後像第一個是no commit branch 那它做的事情就是 避免你commit到man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蠻不想用腦袋記事情的人 所以我蠻常commit到man 然後就會把東西弄壞 對 那它就是基本上直接在local 幫你擋下來了 那底下還有譬如說像是detect private key 這種就是因為你知道你的密碼是絕對不能被丟到你的那個version control system的 那這件事情它幫你擋下來 就可以省去你用你的人腦做那些電腦就可以做的事情的時間 那底下 black跟fag 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就是比較常見的formatter跟linter 然後這個isode它做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幫你把你的import照一個順序排好 所以你在每個檔案的import順序都會是一樣的 那你看了就很舒服 然後這個pyclean它做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幫你把不用的import刪掉 省去你在coreview的時候跟你的同事說這個沒被import 然後還要後來會修改時間 我們就希望 嗯 盡量可以自動化的事情就盡量自動化做 不要讓人去做這些機器可以做的事情 對 然後關於python套件的管理 我們是用一個叫做peepemv的套件 那我記得它應該是也是在python官方的維護之下 應該是 然後我們的一個原則就是我們都會把version pin起來 因為我們怕就是你不要小心做了什麼更新 或是它自己默默的做了什麼更新 然後就把東西壞掉 但我們又有發現一個 它現在最主要的痛點應該是在於 它有時候 它resolve dependency的時候會有點慢 對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發現你用peep好像比較快 所以我會用peep找到config version 把它解掉之後再用peepemv裝一次 對 然後我們也有在看一個叫做rii的工具 那基本上是一個蠻新出的 然後也是跟peep和peepemv pultry差不多的功能 對 然後 這個工具它 我們目前用起來感覺它跟peepemv差不多 不過它解決了另外一個痛點 就是你要在local裝python 因為你現在在local裝python 其實你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M1 ARM的系統剛出的時候 有些人電腦是ARM 有些人系統是Intel的時候 搭localpython的格式不一樣 造成了蠻多的問題 對 那你用rii的話它可以蠻好的解決這些問題 對 然後接下來想要帶大家看一個 就是我們 帶大家看一個我們 Trending的code base的架構 不過在這之前的話 就是需要先讓大家對整個推薦系統 有個初步的了解 所以就是 這是整個推薦系統的資料 大概這麼留的圖 然後就可以看到最左邊是user 然後 它打一個request到API之後 然後這個API會把就是需求送給candidate 做candidate的retrieving 然後再做ranking 然後再做一些後處理 然後最後再把算完的推薦列表 然後回傳到API 然後回傳到user手上 那上面這邊是 user感覺它會 就是遇到的資料流 那 底下這段是 事件的資料流 那就是我們在 user在使用我們APP的時候 我們就會記錄 譬如說 他們看過什麼文章的這些事件 那這些事件就會分別走一個即時的etl streaming的etl 跟一個batch的etl 然後把它存到我們db裡面去 然後現在要看的是這個底下 這個db會有分surfing跟chaining用的 那surfing用的這邊 它會做一些etl 來產生chaining的feature跟label 然後這些東西在被我們的chaining 這個component給使用 那這個chaining component就會把它負責chainmodel 然後等一下想要帶大家快速的看一下 是這個關於chaining的component 它其實是一個獨立的repo 對 那這個chaining的component 它其實 我們是把每一個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分成stage 那分成stage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快速的跑不同的實驗 譬如說 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我們的 它現在這個stage有 譬如說 你要先build好dataset 然後你要buildfeature 然後build完feature之後 你有兩個步驟要負責做feature的transform 然後再來才是model training 然後你可以想像到 假設你今天要chaining 兩種不同的model 那我們分成stage之後 你就只要build一次feature 你就不用再浪費buildfeature的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蠻直觀的好處 然後第二個好處是 它可以讓你在不同的stage 使用不同的資源 因為 譬如說 像是buildpipeline這個操作 它其實是一個memory 需要花很多的操作 那這個操作 跟後面model training的時候 是一個GPU的操作 它其實是 需要耗費的那個resource 不一樣的 那你在適合的stage 用適合的資源 這樣才是最大化利用它 然後我們在這個training report 我們都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configuration 寫成code 對 那這個configuration寫成code 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你比較方便管理 就是你可以很快的一眼找到你現在的東西 大概是用哪些configuration 然後再來就是 你把這些東西都寫成code之後 它們就可以進到你的version control system 那這樣就不會再發生那種 可能我以前蠻常發生 就是以前train了一個model 但是找不回來 當初怎麼train的這個問題 因為你去你的Guitar裡面翻 就一定翻得到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configuration 也可以經過code review 讓大家檢查 所以你每次提一個改動的時候 你都需要跟別人解釋 你為什麼要這樣改 或是大家可以對這些改動提出想法 那這個configuration裡面 我們也會記錄 就是每個feature的definition 就我們譬如說 像這邊有subscribeforer 它就是記錄說 你有沒有訂閱這個看板 那它就是一個booling feature 我們就會寫成這個class 把它記錄下來 那這些東西也可以存下來 那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每個feature是怎麼用的 然後關於這個feature definition 其實我們有過兩個做法 那一開始是用左邊這種 那它就是照feature的type來做分類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它比較乾淨 然後不會有堆重複的東西 但我們後來還是採取右邊這個做法 因為我們發現就是 其實每個feature 它會微調的事情其實蠻多的 所以如果都照分類來鋸的話 其實彈性會不夠大 所以我們採取右邊這個做法 對 然後說到這個configuration的話 其實市面上有蠻多 就是alternative的 所以可能就會有人問說 那你怎麼不用hydra來管 或是你幹嘛不用yaml來管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 其中有幾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就是 我們都自己寫會比較有彈性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 我們不用yaml的原因 反正我們都用python 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用python data class 讀起來跟yaml差不多好讀 然後可以做到的事情 有更多這樣 那我們用python data classes 我們就可以做到幾件事情 一個是繼承 一個是 post init 繼承的目的就是 讓我們可以避免掉 我們需要寫堆重複的config 因為你知道就是你這個 譬如說 直接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 我們現在定義了一個叫做 base model config 那它就是把你要用的feature 然後跟一些 就是共通的東西都記錄下來 那接下來 如果想要train一個 classification model 跟一個regression model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繼承這個base model config 然後直接使用它們的東西 那你只要定義 各自需要的東西就可以了 那post init 它的目的其實也是避免 就是 避免一些重複 那你可以想像到 在我們做thea science project 的時候很常 譬如說 像你要記你dataset要存在哪 或是你model要存在哪 那這些東西 其實會跟你的model 用的名字有關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假設你都自己寫的話 你這個model的名字 你就打兩次 打兩次就讓人不能接受 對 所以我們就是在 datacast的post init 它就是可以在 datacast建立完之後 再用裡面的參數 去init 其他的參數 對 那像這樣我們就可以讓 我們的dataset dataset的紀錄 跟model的紀錄的路徑 可以不用被手打 而是被你的其他參數 給操控 好 然後 關於這個build pipeline 跟transform data 其實我們 大部分是使用 就是psych-end pipeline 那 有一些feature它是 one-to-one沒品的 我們就會用column transformer 那有些是n-to-one 沒品的 我們就會用很多feature union 然後像剛剛一開始說到一樣 就是 假設我們有一些需求 我們也會客製化一些transformer 來自己用 對 那這邊是一個 就是 一個feature定義的 這個範例 像我剛剛一開始說一樣 這些feature都會被寫成cast存下來 那像這個feature 它就是一個numeric的feature 然後它經過standard scholar來處理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些feature 的 要用的東西都寫成code 然後繼承這個cast 那我們在build pipeline 的時候就會讓 另外一個程式去讀這個config 然後找它的config 來建立所需要的transformers 對 然後 最後是training的部分 那training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用pytosh lightning來做的 然後它讓我們省去很多 就是繁紮的要寫重複的東西 然後 這邊training其實有一個 算是有趣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然後主要就是 我們很常在training的時候 需要做一些事情 來把progress記錄下來 或是你要把你的結果 存在某個地方 那你在這個trainer 就會寫一個log function 來做log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其實你就違反了蠻多 程式的原則 那最簡單的兩條是 你讓這個trainer 去做一件不屬於它的事情 因為trainer就是 乖乖負責train就好了 那 當你要記錄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別人要做 對 那所以假設你現在會寫log 那你之後什麼 別的東西是不是也要寄在trainer上面 那你這trainer的class 就會越來越長 那你到時候蓋起來就很難蓋 對 那一個蠻常見的方法 就是你就用繼承的 因為你用繼承 你就可以把log這件事情 寫在你的base class裡面 那你的trainer 就是乖乖負責他要做的事情 對 然後有蠻長一段時間 我們call大概是長這樣 都用繼承來避免這個 就是srp principle 違反的問題 那這裡有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繼承的東西 只會越來越長而已 那有些你要trace code 所以你就會發現 你怎麼已經開了三四個檔案 還沒有找到你想要的地方 那你就會變得很煩躁 對 所以我們最後 我們都是採取最後這個做法 那不管是左邊是用composition 或是右邊的dependency injection 它其實跟一開始 最開始的版本 只差一點點而已 但它的差別就是 像你用另外一個class 來做紀錄這件事情 但是你要嘛在init的時候 把它建立起來 或是到外面建立起來 把它傳進來 這樣子那些class 還是乖乖地做它紀錄的事情 讓你的trainer 還是不會管到這些紀錄的事情 但是你也不會需要 繼承來繼承去 然後變得很多層這樣子 好 然後 最後一個分享 應該是最後了 就是關於code review 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code review很重要 但是在做tata science project的時候 有一些實驗的code 它其實有點難review 因為你不知道 這個實驗到底會不會上 它有點藉在production 跟不是production之間 因為它最後的model 是要用在production上的 對 那這樣子 我們有一陣子 也因為code review的關係 就是覺得自己的模糊概念 對 那我們最後採取的策略是 事實上是這樣的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 有一個feature 它是新的feature 那我們就會在airflow上面 上experiment的tag 把它標註說 這是用來實驗用的 但我們還是要把這個東西 在airflow上做 這樣子 才能確保 chaining跟surfing 是一致的 然後我們的實驗的 就是chain model 那個report 會開一個draft的pr 那pr就是optional 可以review 可以不review 但是大家至少 要讓別人可以來看 所以別人大概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 但到surfing的那個report 因為它是真的會直接面對使用者 所以那個report 覺得code就一定要review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確保說 我們的這些 就算是實驗的code 也大概被看過 但是又不會很大的阻礙到我們實驗的productivity 畢竟你也知道有時候 寫model code可能會有點髒 那它在draftpr的時候 就可以被接受 對 那這些就是關於整理code的一些summary 那主要就是 嗯 有一些code standard可以follow 然後我們用pbmv 然後我們建議大家可以把configuration寫下來 對 然後還有關於我們怎麼review實驗的code部分 對 然後這是今天的take away 如果 嗯 剛剛都沒有在聽的話 對 那 基本上我想要講的事情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apply 或是去考慮這個end-to-end的data science 然後還有想要講就是 雖然很多人會直接拍成很慢 但是其實速度一開始都不會是問題 那如果最後速度真的問題的話 然後我們也提供一些我們經驗的解法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怎麼把code變得比較好maintain 那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謝謝子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進入Q&A的環節 好 對 這看就 用一下 OK 謝謝 好 那 關於問題的部分我們就可能就從就是按照順序來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QR code如果就是在官網沒有找到sidle的那個連結的人也可以直接掃 應該也可以直接就是輸入問題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請 好 那第一個問題是在問 就是這種新三次的暴力的內容 它基本上對用戶的確是很有吸引 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那在用推薦系統的時候有沒有考慮過 推薦系統會過度推薦這些貼文 然後還有我們有沒有觀察到就是系統都 推薦都是讓人產生負面情緒的貼文這件事情 那先講幾個fact 第一個就是新三次的內容的確對用戶很有吸引力 這是true 對 那在引入推薦系統的時候我們的確有考慮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有在觀察這個東西 然後譬如說我們有做過一個分類器 那基本上就是會分類說這篇文章它是不是有一點色情的文章 對我們會做這個分類器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目前就是用這個分類器 然後我們可以分出色情的文章之外 我們就是也在監控說這些東西的比例是什麼樣子 然後也會有營運團隊他們在確認說正上的狀態是不是好的 對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推薦系統它也會對用戶的點擊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說今天突然就大家都不准發 其實這樣也有點不言論自由 對 所以簡單來講我們的策略可能比較像是讓希望推薦系統可以做到 讓喜歡看的人可以看到 讓不喜歡看的人可以不要看到這樣子 對所以假設你發現你是不喜歡看負面情緒的貼文 但是你看到很多負面情緒的貼文 那就是我們還做得還不夠好 對然後我們就會繼續努力這樣子 對 那不知道這個問題是誰問的 也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然後如果沒有回答到的話 等一下會在 discussion area 可以繼續討論 這樣 好 那我要勾掉 就繼續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要問說 如果 machine learning 做整個 end-to-end 那在 D-card 的 data engineer 那在 D-card 的 data engineer 只會參與前面的資料搜集到 進 BigQuery 這個部分嗎 實際上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譬如說 就像我們的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可以做 end-to-end 但是譬如說你要建立這個 air flow 的平台 那還需要 data engineer 的幫忙 或是有一些更複雜的資料流 或是有一些中繼表的規劃 這些我們也需要 data engineer 的幫忙 然後對我自己來講我會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的角色 我會更希望他們把他們的精力花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幫我寫 feature 的 query 因為 feature 的 query 我自己也會寫 那為什麼要浪費他的時間做這件事情 但那些中繼表的規劃或是 譬如說 譬如說那些很即時的 feature 的平台的架設 那些才是就是我們這些 machine engineer 它能力比較利由未來的地方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 machine engineer 的 limitation 一樣 就是我們還是有些事情沒辦法完全做到 那那些部分才是我們希望 data engineer 可以發揮他們價值的地方 對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說 找不到那麼多人可以一條龍的 end to end 的話 目前D卡的策略是部分提供 end to end 部分做 component team 嗎 嗯 對 我覺得其實可以說 蠻像你說的這樣 因為不好意思 我其實看不太懂這個問題想問什麼 對 然後如果 如果真的很想知道的話 一樣我們等一下可以在外面討論 對 我是真的看不太懂 就是 end to end跟 component team 的差別是什麼 對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在問說 D卡用哪個雲平台 然後我們基本上是用 GCP 對 然後下一個問題問說 有沒有推薦的 profiling跟 tracing 的 tool 這樣 然後 tracing 的話我們基本上 就是用 open telemetry 提供的 tracing 對 然後我猜這邊應該有蠻多 tool 可以 survey的 但我們其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 survey 工具這件事情上 我們就是先選一個先用了 那之後如果要疊代優化的話 我們會再拍時間做疊代優化的部分 對 那 profiling 的話 我記得一開始應該就是 就是用 Python 那些的 C Profile 而已 就是直接把每個步驟都拼下來 這樣子 那目的 反正重點就是你要 可以趕快找 趕快知道你的速度 到底花在哪裡 這才是 就是對產出最有影響的部分 現階段 D卡內部還沒採用 GPU 訓練模型嗎 是的話 想知道是否為內部實驗出來 與 Sota 結論不同 關於 GPU 這部分 我們其實要分不同的 Use Case 然後在 以首頁推薦這個 Use Case 來講 蠻多時候是用 我猜你想要問的就是 是不是用 Neural Network 蠻多時候其實是用 Neural Network 對 但是就是這個 Neural Network 其實它的產生也沒有很容易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的資料比較像是 Tabular Data 它其實不像是 就是我不知道別的推薦系統是 他們的資料叫什麼 但是以 Tabular Data 來講 其實有蠻多論文都有指出 就是譬如說 原本的差距 Boost 之類的 他們其實在 Tabular Data 上 其實表現的會比 Neural Network 好蠻多的 對 然後應該有一些原因吧 然後我記得 可能有一些原因是 他說 Tabular Data 不太能直接整個轉換 之類的 我會忘記 那時候讀論文寫說什麼了 對 但反正其實 Tabular Data 在 Neural Network 上 其實並沒有特別的優勢 因為我們其實覺得 Neural Network 的優勢 應該是 譬如說我們可以加入 Representation 或是 Embedding 這種 在原本的 Tree Base 裡面 有點難加入的東西 對 但基本上 反正 Anyway 就是這段路 其實沒有像 Sota 講的那麼 Trivial 不過我現在的推薦 其實是用 GPU 訓練 Neural Network 這樣子 好 好 謝謝 這位提供給我們這個 Numpy 他說如果不想要自己維持這個 Numpy Array 的順序 的話可以考慮用這個 Structure Array 對 那這邊我不確定當初有沒有準備到 對 但我們回去會研究一下 謝謝這個提供的人 好 然後加速 Inference 時有試過換其他的 Inference Engine 像是 TensorRT 嗎 或者用 Model Pruning 這樣 嗯 我們沒有試過 TensorRT 對 我們沒有在 Model Inference 這一段加速 花太多力氣嘗試 因為像我們前面說的一樣 就是你整個東西做完之後 你剩下要來做 Model Inference 的優化 其實你大概知道你的 Gain 就剩一點點而已 但其實整個優化完 其實已經差不多快到你的目標了 那你可以想像到 最後要花這個 Indiana Gain 其實 會花蠻多力氣去做的 所以會 讓我們覺得 CP值有點低 所以在一些時候就不太想做這樣 不過 如果等到之後 我們因為一些原因 需要去找到這些 Gain 的時候 那 我覺得整個流程其實跟剛剛講一樣 就是我們還是會做整個 Tracing Profiling 然後找到現在到底 哪一部分最值得投入 那假設是 真的是 Inference 的時候要投入的話 我們就會去看看 試試看這個 TensorRT 或是做 Model Pruning 的部分 對 想請問 Inference Speed的 bottleneck 是什麼 之前的經驗是在 Request Payload Passing 會花不少時間 好奇你們的狀況 謝謝 這個 Inference Speed 講的 因為你後面有提到 Request Payload 所以講的應該不只是 Model 點 Inference 裡面發生的事情 講的是整個 Inference 的 Step 發生的事情 我猜是這樣 如果有錯的話 等一下一樣可以糾正我 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跟我剛剛講一樣 就是 在 Feature Transpone 跟 就是做 Model 的時候 做 Data 的時候 會花蠻多時間的 好 然後 請問 Dcar 如何驗證推薦系統的成效 其實沒有特別的 跟你網絡上看到的很多公司是一樣的 譬如說 在 Offline 大家應該都是用 AUC 或是 MDCG 這種 Offline Matrix 來算 對 那 Online 的話當然就是 我們有一些公司希望的指標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大概就是 像準確率 點擊率這種的 對 那當然就是希望你 它最後都是想要 Match 到 用戶滿意 但它難點其實就是在於 用戶滿意這件事情很難衡量 因為 你可以說你點越多就是滿意嗎 其實不行 對 或是你可以說 我留言越多就是滿意嗎 那是不是你在吵架嗎 對 所以我覺得難點其實是這個 那 但在那之前的 Proxy 我覺得我們 或是我聽到的其他公司 其實做起來 搭用的方式好像都是大同小異這樣 好 Slide 我還沒提供 不好意思 我 我做太慢了 我 會後可以再放上去嗎 可以 可以 這邊就請 好好 了解 好 然後 這題主要是在問說 有沒有導入DDD 或是TDD的部分 然後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 第二個問題是 Data Science那麼多 要怎麼學習 像是讀書或是其他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就是 有沒有考慮用Docker 或是容器化來解決 我們可能查不了架構的問題 好 那第一個問題來講 第一個問題的話 我們有開讀書會 讀書會 討論過DDD 然後TDD在我印象中 還沒有討論過 對 但就是從我們開始討論 initiate 到 要真的導入 影響到工作流程 其實 我覺得在我們的 process 都會習慣 就是比較慢 因為畢竟 它這個東西 很快的話 可能有人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 可能有在評估 但是目前好像 我自己 感覺是沒有動作在發生 對 然後 第三個問題 比較 比較是否 那就是 我們 有想規報 對 對 大家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可能要打斷一下子圓 因為我們就是 礙於時間的關係 就我們時間到了 所以就 可能剩下的問題 我們就會請子圓 就是挪到 可能會聽後面的那個討論區 然後如果大家 如果對於 就是這個 內容還有 想要討論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歡迎 再找子圓討論這樣 對 好 然後最後不好意思 跟大家 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 今天的話 就是 就是 可能要請大家 就是要點選那個 Opass的app 裡面有一個 快速通關 然後 Day2的check in 對 就麻煩大家幫我們做這個動作 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再次感謝我們的子圓 為我們帶來精彩的演講 好 好 謝謝大家